各位现在相不相信台股是全球股市的领头羊啊 今天我们台股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 好 现在开始帮你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1月5号 星期三 很多人看不懂了 赶快放坑啊 上不去了赶快空啊 我现在告诉你啊 你们空单小心一点 我已经讲到这样的地步了 那你要做多还做空 水里变 看不懂你不要做也可以 那我今天讲盘前先告诉各位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我看了以后我笑翻了 来来来你看什么 这个谁说的小摩小摩 股市派对还没结束 一切上涨因素都就绪了 好奇怪啊 小摩你不在一个月前唱衰台股吗 两个月前不是唱衰国际股市吗 三个月前不是唱衰低论吗 唱衰被动元件吗 怎么现在都上涨上去了 王瞳讲这个话给你听的用意是说 这些外资我管你什么大摩中摩小摩都是烂咖了 他们讲的话都没什么用的 你参考看看就好了 不用说是完全要相信 但是谁讲的话聊天 王瞳 所以跟你讲王瞳告诉你了 全球股市领头羊是台股啊 看到没有 还要看美股做台股 有病 真的叫有病的人一堆啊 讲那些话的人啊 我奉劝你在他上面打 五个叉 以后永远是拒绝往来 免得你的脑袋中毒过深 你变成很多机会你赚不到钱 好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啊 前面呢 我今天就调了一张资料给你看 看了这份资料你应该知道了嘛 这个是什么 你自己看看来来来 12月20号 12月20号 看清楚啊 王瞳告诉你 最后上车机会 最后上车机会 12月20号在哪里 来我们进这个K线来看 在这里来 12月20号在这里 12月20号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好从这里开始 是不是一路上一路上 一路上一路上上去 12月20号的最低点 我们收盘是17669 对不对 17669 收盘呢 最低是17646 那到今天的高点 是18619 17669 18619 你两个简简看 我的妈呀 刚好1000点 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就是1000点的行情给你 你赚到了没有 如果是你没有赚到 我就奉劝你啊 赶快更改你的观点 更改你的观点 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赚到 因为我不信他会涨 这都是你们的借口嘛 我不信他涨太多 一定会回 对这都是你们的借口嘛 谁告诉你 涨多了一定会回 那像今天有回了 有回来你敢买减 我不敢减 我等他回多一点 等他再回个200点 不要他会跌 我放空 都是你们的言论 全都是你们的言论 都是你们的讲法 重点是 你钞票越来越少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看一下 1月3号 太后蛮窗新高 1月3号 礼拜一告诉你 还是金顶涨 涨了51点 还是金顶涨 再看 1月4号礼拜二 昨天涨了255点 拳王被动领军 涨了255点 涨翻咯 哇 这个盘这样涨 大家都看不懂咯 再看下去 1月4号礼拜二 我告诉你 台股是全球领头羊 我再讲一遍 告诉你要看美股做台股 那个话通通可以拿掉了 那是骇人的话 看台股做美股 知道没有 你什么还去玩什么港股路股 港股路股 千万不要碰 千万不要碰 好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 王瞳早上9点11分发的盘讯 9点11分 看清楚 好 你看一下 大盘已上涨71点开出 今天盘是强势开出创高 因为过拙高的嘛 准备收盘收最高嘛 开出创高 高点在18620点附近 来来来看看今天高点在哪里 看清楚 看清楚 18619 18619看到没有 来再把它讲清楚点 18619.61 看到了没有 王瞳向来不抓个位数的 因为那叫没有意义 我只能告诉你 在那18620点附近 你有本事去让王瞳这样解盘 这是王瞳给会员的盘讯 然后 建高后会压回 今天不能追 盘中会有回马枪 我的妈哟 你先看看回马枪 你先看 第一个波段回马枪 拉起来 第二个回马枪 再杀一刀 我的妈哟 杀得头昏脑胀了 对不对 很多人那时候问我 老师 杀完了没有 杀完了没有 当然了 在我旁边的人 我都会告诉他 杀完了 那你不在我旁边的人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所以呢 你在王瞳身边 跟不在王瞳身边 有没有差别 当然有差别的嘛 你还以为那么好玩 那么好操作 那么好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全台湾没有穷人 不能讲全世界 因为全台湾 因为王瞳只管台股 我不管陆股 港股 美股 欧股 那些不关我的事 来了 看清楚 盘中会有回马枪 低点在平盘附近 结果低点在哪里 来看清楚 18446 下点79点 杀的过头了 要近代拉回再承接 盘面个股表现 今天会收小红 结果今天没有收小红 今天是收小黑 王瞳常讲嘛 不管如何 我都拿出来给你验证 这才叫预告未来 你有本事像王瞳这样写吗 写不出来嘛 但是我知道 你们很多人在盘后都会表演 你看我多厉害啊 对不对 多厉害啊 涨停板的个股你都有 那是因为他盘后看到什么涨停 他当然有啊 那你问他明天什么涨停 对不起 我等到明天收完盘才能告诉你 这种案例多少了 你们还被教训的不够吗 为什么我常常讲这观点给你听 因为近期啊 来跟上王瞳脚步的一些投资人 我只能讲 你们实在是非常的优质 而且呢 你们的观念也正确了 那么他们心里都是 深同感受 都是被市场上那些骗子骗多了 很想找一个好一点老师 就看了个半天 就王瞳可以值得行任 这才是重点的 不是每天跟你胡说八道 回扯淡的 这不叫预告未来 什么叫预告未来 好了 看清楚啊 今天帮你解排了啊 今天 1月5号礼拜三 下点26点 主流人动 免金 我只告诉你 主流人动 免金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很好的现象 什么现象 他出门了 23C红海出门了 看到没有 红海我打给你看啊 一天的K线 先拿掉 一天的红海 撕回来两个月的跌幅 两个月的盘整的跌幅 一天通常把你撕回来 那代表什么 强势啊 那有人又会讲 你看看 跌了两个月 今天一天 所以说这是什么 这是多头反攻 后面还会跌 胡说八道 真的叫胡说八道 我今天告诉你 红海今天出了大量 14万张的量 我今天告诉你 红海今天是进货盘 够不够清楚明白 够了 够了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看另外的 你看看今天啊 今天是技术性修正 还会创高 今天技术性修正 那会整理 还会创高 你不要担心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而且今天高点来 你看一下 18619点 18619点不是高点 不是高点 你不要担心 黄彤昨天前天都告诉你 这个波段迈向哪里 19000点 我讲的不够清楚吗 够了 够了 继续看下去 在昨天我告诉你 恭贺各位 昨天啊 1月4号 2327国具正式突破500元大关 股价创五个月新高 被动族群正式发动 目前大幅获利中 持股请安心讯网 这是昨天的 你看一下 今天2327国具 看清楚 哎呦 尾盘都 盘中都黑的 尾盘都蹦上去了 看到没有 哦 看到了 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对不对 好了 再继续看下去 昨天 我们发了个红包 1月4号 昨天 恭贺各位 3019亚光 市下出在955.9元 我们买在93.4元 这是今年第一个红包 昨天发的 王童跟你讲过很多遍了 王童发的红包 发完以后 一定会把它公布给你看 我们的买点卖点都会给你看 然后呢 我只跟你讲两天 两天以后我就不讲了 那今天呢 我就给你看另外一档 看一下啊 1月5号 11点18分 2357台信科 我打给你看好了啊 手中有3357 3357台信科 不是2357 讲错了啊 3357台信科 多担者 请先以市价获利出场 11点18分 结果11点18分 你们这里对价 这里去看 刚刚好 我们出在哪里 139.5元 你看一下 3357台信科 收盘都还有140 收盘还有140 11点多的时候 11点18分 给你看好了啊 11点18分 11点18分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9点 10点 11点 18分 在这个位置 最高还来到142 收盘还有140 所以啊 我们都发 都出掉了 对不对 那最后我们发个红包 告诉你 恭候各位 3357台信科 市价出在139.5元 我们买在126.5元 这是今年第二个红包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除了他以外 我今天再告诉你一档 你看一下这一档 台表科 创新高 你也许觉得奇怪 我为什么会讲台表科 那是因为你没有 一直连续看我节目 我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告诉你了 我在这个时候 就告诉你了 我们就买了台表科 买的价钱就是 115万 够不够清楚明白 今天来到了131 我们不出 好了 今天王同帮你讲的 已经很多了 那么明天的盘势 还是要持续盘间向上收红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 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 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 6630 3221 6630 3221 华冠投顾 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 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 104年金管 投顾新字第00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